这是持游的座下大将夸府 败军之将仓皇逃走 他追随着太阳的方向一路狂奔 夸府亮亮呛呛地来到黄河边 俯下身子一口气喝干了黄河的水 再转身一口气又把胃水给喝干了 可那娇壳却依旧那样的凶猛 那样的爆裂 终于他体力不知 颓然倒地 一抹金黄色的落日余晖 洒在他的脸上 是嘲讽 是安慰 这只被夸府遗弃的手杖 日后化作千里桃林 百千年来滋润着来往的旅人 哎呀 有被杀的就有杀人的家伙 有砍头的就有被砍的头啊 玩牌跟打仗一样 赌博跟战争都有个输赢的 旷日持久的炎黄之战 但皇帝最后还是 稳坐中央天庭 哪里飞了一只小鸟啊 稳手 白嘴 赤足 好可爱啊 哎哟 嘴里还叼了个小石头 哎 这 这不是到东海去找寻爱情的小女孩吗 哎呀 这天神们打仗啊 把山海搞了个大乱 害这个无辜的小女孩 命丧在东海 变成了一只精卫鸟 一丁丁 一点点的往大海里丢石头 想把大海给填平了 哎 这不是跟那个逐日的夸府 一样的傻吗 人生到了这一刻 有点不知说什么 说我失败也不算 不过是有一点难堪 我眼睛里都是傻 干渴的胸腔里也是傻 好想快要被这乌云大地彻底掩埋 人生到了这一刻 有点不知该如何 说我失败也不算 不过是有一点混乱 我眼睛里都是傻 干渴的胸腔里也是傻 为何这战争那么的残忽 又漫长 吹不到的太阳 填不完的海 是我像影子那么长 有点丢不开 为了什么我在寻找 为什么我想要见到海洋 然后人一论我那么偏心 当花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 成了我 把天暗欲望 而终点你 逼近我的愿望 你 无法逃 此生你等在我的指尖 说早安 你 无法逃